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七百一十二集 说到这里 场上的气氛立即变得沉重了起来 风雨的意思 轩辕帝国绝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旦消息走漏 他们几个都有危险 先前是那风雨雷仙动的手 那轩辕帝国赢什么对我们动手 游千雪冷哼了一声 激如月腰头 你是不明白轩辕帝国的霸道 如今大陆之上 除了飘渺宫 就属着轩辕帝国最为霸道 你我来自执法殿还好 但秦晨 他却只是单格的弟子 而且 还是一个从下四域选拔到单格的弟子 说到这儿 激如月 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虽然没直说 但是 意思却很是明显 那就是 秦晨在单格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了 如果是武裕单格某个大势力中的敌子 或者 还能凭借单格的背景周旋一下 可秦晨呢 只是一个下四域的弟子 一旦事情闹大了 很有可能会被单格 弃居宝帅 想到这里 激如月看着秦晨的脸色 缓和了不少 这个家伙虽然可恶 说话也不好听 可是 不管如何 秦晨为了救他 击杀了薛元帝国的弟子 冒的风险 实在是太大 他设身处地地想了想 如果是别的势力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恐怕根本不敢对薛元帝国的人动手吧 毕竟 不是谁都有勇气对风少语动手的 秦晨 谢谢你 陈思思也说道 他语气低沉 在风雨雷死后 他想要救下魅影长老 可魅影长老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 现在 整个幻魔宗除了他之外 其余的几个人 全都陨落了 内心的失落 可想而知 可他知道 面临的压力最大的 还是秦晨 诸位只要不把事情说出去 就没事了 有谁会知道 是我杀死的风雨雷呢 秦晨不以为意 秦晨 你别大意 你没看到薛元大帝的五帝意志 都降临了吗 薛元大帝的五帝意志看到了你 必然会得知一些讯息 到时候 你薛元大帝的手段 想要在诸多天才之中找到你 并不是什么难事 姬如月严肃道 他是众人中最知晓 薛元大帝可怕的人 那是他们姬家老祖提到的 都要万分忌惮的可怕剧情 整个五欲最顶尖的强者 无人能忽视他 哎呀 好了好了 我都知道了 只要你们不把事情说出去啊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秦晨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 转身走向了废墟中的那处空间池 七如月气的肺都快要炸了 这秦晨 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 这也太可恶了吧 嗖的一声 他来到了秦晨面前 拦住了秦晨 严肃的 秦晨 你听我说 我不是在开玩笑 你这么关心我 不会是因为刚才本少救了你 你爱上我了吧 秦晨惊讶了 我爱你个大头鬼 秦如月气的恨不得一巴掌 将秦晨拍成两半 顿时气呼呼地站在一旁 不说话了 和这人 根本就没什么话可说嘛 陈尚 祖月他也是为了你好 优先学走上来的 神色也有些担心和紧张 轩辕大帝 那是仅提到名字 便让人心计的存在 唉 既然事情已经做了 又有什么办法 现在咱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有自己的实力强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其他的嘛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秦晨说着 笑着的 不是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而是知道事已至此 怎么想也都挽回不了了呀 更何况 风与雷 他是必杀不可 与其现在考虑太多 还不如尽快提升自己实力呢 先前催动造化玉碟的时候 那一摸大陆深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 秦晨对那些 却有着极大的兴趣 秦晨你放心 这件事 是因为我而起的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的 陈思思上来说道 身上的魅力消失了 可是声音 已经是温柔软糯的 那当然 难道你想让陈少 一个人承担吗 陈少可是为了救你 才杀死的风雨雷 要我说 就算你以身相许 也无以报答陈少 幽谦雪哼了一声 扑得不说 陈思思的身材 那是十分动人的 她的身材接近完美 但是和姬如月 以及幽谦雪比 却完全是不同的类型 幽谦雪 清冷孤傲 如同白莲花 出于泥而不染 高高在上 如空谷幽蓝 如雪山白莲 十分的纯洁 而姬如月呢 则高贵 就算是一个背影 都会让人心生仰慕 恨不得跪在地上 舔她脚趾 可陈思思 却又和两人不同 她个人 有一种无比妖娆的感觉 她一走步 风臀就会轻轻地摇曳一下 明明幅度不是很大 可是因为她的腰只也太细了 这种幅度看上去 就会变得很大 左扭右摆的时候 布料被风臀的部位紧绷着 将一半的形状 完全凸显出来 妖娆无比 让人虚火直升了 这样的有物 属于男人一看 就会联想到床 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蹂躏的大妖精 陈思思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她虽然是天生媚体 但是那只是体质 本身并不是很风骚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浪荡 但是那是因为她修炼了 幻魔宗功法的缘故 实际上 内赛还是十分保守的 只是 她这种保守和媚态一结合起来 却让人拥有着强烈的战友欲望 这也是幽谦雪 姬如月 慕容冰云等人 都十分绝美惊艳 却只有陈思思一人 让风与雷念念不忘的缘故 她就是一个游物 足以吸引任何下半身男人的目光 怎么 难道不愿意 你可知道 陈少为了你 受了多大的麻烦 若非陈少 你现在还能安然站在这里 恐怕早就已经被那风雨雷 守灵之死了 再者说了 以陈少的为人 难道还委屈了你 幽谦雪咄咄逼人的 她早就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将陈思思 替秦晨给擂掠到手 能泡则泡 不能泡吧 就抢擂呗 怎么也不能让这个天生媚体 落入他人之手 至于这陈思思愿不愿意 又是怎么想的 幽谦雪根本没放在心上 一旁的姬如月 差点吐血了呀 这幽谦雪不是秦晨的女人吗 怎么居然替秦晨泡起妞来了 这 这也太彪悍了吧 同时呢 她心中居然隐隐有些不爽 要说关系 似乎自己和幽谦雪 才是更好的吧 可幽谦雪居然替秦晨泡陈思思 而不是泡她 这 这好姐妹 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了 秦雪说笑了 秦晨那是你的男人 思思怎么敢讲 陈思思奄然一笑 还以为幽谦雪是在开玩笑呢 生怕自己勾引秦晨 所以故意强调道 叫姐姐 幽谦雪不悦得道 还有 谁跟你开玩笑 陈思思不由得一久 笑容有些尴尬 秦雪妹子 你放心 我绝没有和你抢秦晨的意思 她看了眼秦晨 如果说以前的秦晨 只是让她有些好奇的话 那么现在的秦晨 则让她敬畏 她是一个救过她的男人 如果不是秦晨在关键时刻出手 她不敢想象 自己的下场会是怎样的 这样的男人 她是又敬仰 又羡慕你 说了叫姐姐 你没听到吗 幽谦雪不悦得说道 姐 姐姐 幽谦雪的气场太强 让陈思思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道 但是 一声姐姐叫出口 她连忙闭嘴 自己这是怎么了 幽谦雪颠颠头道 既然叫了姐姐 以后你就是秦家的人了 如果让我看到你还勾引别的男人 休怪做姐姐的我 请使家法 喂喂喂 你这也太自说自话了吧 陈思思急忙地摇手道 哎 清雪姑娘 叫姐姐 幽谦雪纠正道 陈思思不禁无语 可旋即又狐疑 因为她观察了半天了 发现幽谦雪竟然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可是自己的终身啊 岂能这么轻易就定下 更何况 让师尊知道 一定会打断她的腿的 看到陈思思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幽谦雪顿时冷哼一声 难道让你嫁给陈少 就这么委屈你吗 你虽然是幻魔宗的少女 但陈少若是愿意收了你 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陈思思一正 这还真是 论天赋呢 风雨雷算是武裕上顶尖的了吧 他可是轩辕帝国的弟子 大陆最顶级的帝国皇子 身份之尊贵 天赋之绝伦 无以伦比 先前陈思思呢 也和风雨雷交过手 知道对方的可怕 可是刚才呢 却被秦城给击败了 甚至连轩辕帝国的 轩辕大帝的武帝意志 都被秦城给磨灭了 这天赋得是有多可怕呀 他不禁想起了当初在 妖剑传承中的那些事情 当时妖剑宗诸多弟子 和他一同闯荡 妖剑传承的时候 但秦城却惊人地 激活了无上剑道 成为了当时最耀眼的人物 也就是那个时候 陈思思开始关注秦城 对他上心 只是后来啊 他被幻魔宗带入了武狱 就渐渐地 忘了北天狱的事情 见识过武狱的浩瀚之后 他明白过来 曾经在北天狱的天骄 在武狱中啊 根本连最底层都算不上 可秦城呢 却打破他一贯一来的观念 令他美眸深光 所谓美女爱英雄 在武狱中 强者人人崇拜 谁也不例外 陈思思呢 当然也崇拜强者 说实话 要赢得他的芳心 那么最起码 也得是在同街的一战中 击败他 同时呢 不会只欣赏他的美貌 而是欣赏他这个人 可想要做到这一点 那就太难太难了 他本身就是天骄人物 而且还是天生魅帝 又受到了幻魔宗大力的栽培 便是灵异之流 以及一些大势力的天骄人物 在他的面前 也只能俯首称臣的份 并且啊 幻魔宗 向来是能够用言语解决的事情 就不用拳头了 因此 他少有出手的机会 秦城通街一战 却绝对比他强 并且还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自然让他心中泛起了涟漪 更何况秦城是他遇到所有男人中 唯一一个不被他美貌吸引的男子 再加上先前秦城救了他 自然令陈思思内心暗起波澜 如果说以前的他只是欣赏秦城 那么现在却戴上了一丝的爱慕 他看向秦城 目光闪烁 带着其他 似乎在等待着秦城的承认 秦城哈哈一笑的 你们继续聊啊 我去看空间池了 言罢就灰溜溜地跑了 妈呀 这优千学也太彪悍了吧 直接替他找了个女人 这难以接受啊 但是他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哈哈一笑 赶紧转移话题 陈思思呢 谋中顿时闪过了一丝失落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不是应该开心吗 只是秦城的无事 却让他内心空空的 格外的难受 陈少 你表个态啊 思思他可是天生媚体 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优千雪急忙道 而且啊 他并没有遮遮掩掩 而是说得十分大声 足以让陈思思和姬如月听清楚 陈思思差点打了个亮枪 摔倒在地上 俏脸微微抽搐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姬如月也傻眼了 千雪刚才死命地将霍魔宗圣女 推给秦晨 竟然是这个原因 他顿时觉得奇葩不已 像是第一次认识尤千雪一样 甚至忍不住道 秦雪 我好歹也是姬家敌女 娶了我 能够得到整个姬家的支持 似乎 不比他天生媚体差吧 话音刚落 姬如月的脸就红了 自己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这 还是自己吗 可是他莫名地有些期待 偷偷抬起了头 似乎想看秦晨和优千雪的反应 竹月 你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陈少喜欢你的话 倒也不是不可能 优千雪沉思了片刻 居然认真地回答道